一天小小的药膏让他大惊失色 月宵过万 傲平如潮 所谓的祖传秘方为何却漏洞百出 他把这个食品的QS又另印到了他的药品包装街上 从一贴药膏牵出千万元大案 祖传秘方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涉案两千万的祖传秘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现如今的网购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打开手机点几下 没过两天有个包裹就到您身边了 虽然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但是双十一的那个盛况 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呢 零点一到疯狂抢购 许多商家的这个店铺里瞬间就被一扫而光 众多买家们也是只恨那网速不够快 钱不够多 买完了呢又只想剁手 那么大家都在买什么呢 从零食到服装 甚至就连药品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选择在这个淘宝上购买 因为据说除了一般的药品 网上还有许多神奇的良药 祖传秘方 可是前不久呢 就是因为在网上购买了祖传秘方 江苏泰州的一位孙先生 遇到了一件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就因为他买的这几盒小小的膏药 最后竟然牵扯出了一宗涉案价值达到两千多元的大案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先从这个孙先生患上的一种 带状包拯说起 带状包拯听这名呢 大家可能也明白这病有多难受 当时呢 孙先生身上起了成片的水泡 那是又疼又痒 还不能挠 一挠搞不好还化冻感染 结果这病呢就越来越厉害了 把孙先生折磨得够呛 为了止痛他试了很多的办法 打针吃药也走不见好 这都快烦死了 他心想再这么疼下去 别说包拯有没有治好了 他都得先得抑郁症了 就在这时候呢 有朋友就给他支了个招 说要不你去淘宝上看 那上头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买不到的 原来那个谁谁 就在上头买了个祖传秘方 治好了自个多年未遇的完吉 孙先生一听呢 反正司马当做黄马医 没准那上头 还真能找到什么灵灾妙药呢 于是呢 他赶紧就到淘宝上搜了 没想到这一搜 还就搜着了 在一擦一搜 他就出了一个什么 推展坡的通修贴 自通力高药 卖这种高药的店 其实并不少 孙先生为什么 唯独选中了这一家呢 原来是因为这家店的 这个销量啊 他这么一搜 发现这家叫做 中医百草堂的店铺 他卖的高药 月销售量都过万了 他有销量没打点 我现在肯定是好的 除了销量呢 孙先生还仔细看了看 产品图片 有包装 什么厂纸 厂名 生产批号 全都有 看过去吧 挺正规的 再看看产品介绍 孙先生更是眼前一亮 真正传承的百年好高药 据说还是祖传秘方的 治疗带状抛枕 特别有效 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店主的噱头 药效怎么样 那得用我的人说了算 那么这款药的评论到底怎么样呢 孙先生立马又去看了看评论 结果呢 那评论就更是厉害了 给了极大的帮助 恢复速度惊人 等等等等 好评如潮 销量过外 孙先生心想看来 这样应该是真的管用 否则哪有这么多的好评呢 更重要的是 店主还给这孙先生吃了一颗 分量十足的定心环 什么呢 店主保证 无效退款 哎呀 底气十足啊 很多大品牌都不敢这么保证 看来这店主对自个儿的药 是信心满满 这就让孙先生更加看到了希望 心想自个儿以前用了那么多药 都不见效 也不差这种了 反正是外用药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先试试啊 没效果 大不了就退款 呗 也不吃亏 于是呢 他就下单了 当时闲点做 还是花这钱 没了没了 闻听了就不通就好了 可是这种药真的有效吗 一到货 孙先生就像收到了宝贝一样 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包装 贴上了一片 效果怎样呢 这一贴下来吧 孙先生都惊呆了 哎呀 是不是真的见像了 不是 是贴出问题来了 奔着神奇的效果去的 结果并没治好 还把之前这个治病成果 也都给毁了 以前吧 勉强还能吃饭睡觉 现在比以前更疼了 晚上呢 犹如几千只蚂蚁的身上爬 根本连睡都睡不着 第二天爬起来 这眼眶发黑的 孙先生就想起了 店主保证的那个 无效退款 火就上来了 他觉得这都不是 退款能解决的事了 他感觉完全就是假药 是坑人不浅的骗子 一气之下呢 他就做出了一件事 就因为这颗高眼 他报警了 孙先生开始也觉得 因为几颗高耀去报警 有点小题大做 但是他没想到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歪打正着 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报警 给警方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线索 同时破获了一起 轰动一时的大案 怎么了呢 接着往下说 当时呢 孙先生一气之下呢 就带着高耀 去了派出所 为了验名真假 警察也拿了这块 在网上好评如潮 销量过万的高耀 去这个专业机构 鉴定了一下 这上面就是明显的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 就是零条 零条记录 那就是差不多 零条记录的话 就是说未经过我们国家局 这个注册 批准 那么他这个就是一个假的 茶无此样 不仅如此 就连包装上那个 看着煞有介事的厂名厂指 也全都是假的 这个企业也没有 这个企业编造人 这个企业就是编造的 这一下就板上钉钉了 这款高耀就是假耀 可既然是假药 那家淘宝店怎么还会有那么高的销量 那么多的好评呢 有人就猜了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淘宝店耍了什么手段 对这些数据做了假 又或者那个店主 用花言巧语 或者是这个利益 匡骗消费者给他打了那么多好评啊 这个人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暂时嘛 还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 那就是那个店主是个卖假药的 肯定是惊讶老道 狡猾无比 而且惊涂网络 那么调查结果呢 当时警方查到这个淘宝店主的时候 却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发现 她竟然是一位巴逊老太太 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 在网上开网店 而且她的支付宝的 每天的这个资金的往来都是比较大的 巴逊老太太不但开网店 还会用支付宝软 让资金量还挺大 而且最让警方吃惊的是 通过对这家店铺资金往来的这个调查 他们发现和网上有关联的 竟然还有好几家销售高药的店铺 一查呢 这些店主竟然全都是老年人 这些店铺卖的都是类似的高药 邻居总统的有20多种的 比如说治疗炮枕的 治疗乳腺疾病的 然后还有治疗腰啊颈啊这些的 这些高药不仅是分门别类排班好的 而且各种示意图还很充分 店铺呢 显然是经过一番设计和规划的 按说打理一家这样的网店 除了要有精力应对各式各样的客户 还需要十分熟悉电脑操作 有的时候这对年轻人来说都很不容易 这些老年人真的能够凭一己之力搞定这些网店呢 有人可能会说了 别小害现在的老年人 现在还有老年人读研究生呢 那这些老人家呢 经过调查 他们这身份呢都大同小异 发现这个老年婚女也 确实他就是一个农民 他就成天待在家里面 他也不出门 这结果就让警方高度警觉了 他们怀疑这些老人呢 很可能都是被人给利用了 有人故意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开户 替自个儿伪装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警方调查了这些老人名下账户的这个交易记录 发现每当资金入账之后 这些网店的收入就会以不同的形式 很快转入其他的银行卡 而这些银行卡的持有人都是同一个人 我们发现这个银行卡 这几张银行卡 都是一个姓刘的80后的一个男子 这个80后的小伙子叫刘浩 大学学历 对网络也十分熟悉 警方这就怀疑了 很可能是他假借了无知老人的身份 开设了那十多家网店 他才是那些网店的真正店主 警方迅速就掌握到了刘浩的行动 立刻在他周边的进行了布控 他们怀疑刘浩制造假药的窝点 很可能就在一个城中村里头 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到处是厂房 而且这些厂房几乎都是生产服装辅料的私人做法 从外观上很难看出哪个是生产服装的 哪个是生产假药的 一家一家的茶嘛 又容易打扫惊蛇 那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找到假药的窝点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警察突然灵机一动 生产药品 尤其是膏药 那肯定是会产生浓烈的气味 闻一闻哪家厂房有特殊的气味 这不就知道了吗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房子周围 就是说走了几圈 当时闻到一股比较浓的药味 果然其中一家看似普通的厂房 却散发了刺鼻的味道 那么这里到底是不是警方要找的那个 生产假药的窝点呢 未来不打扫惊蛇 在一个深夜 警方呢就潜入了这个院子 一看究竟 这房间里的东西 看警方眼前一亮 生产假药的窝点找到了 那么生产这些假药的又是什么人呢 不是别人 正是刘昊和他的父亲刘昌岩 感觉还是父子病 根据他们交代 刘昌岩呢是负责生产假药 刘昊呢所得销售 就跟之前警方猜测的那样 刘昊呢令身边老人对网络的无知 获取了他们的身份资料 开设了不同的网店销售假药 很快这些网店的客服和仓出点 也都被警方一网打尽了 来 开门开门 这都有个手机啊 开门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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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过去 过去 你干什么了 干嘛 过去吧 过去吧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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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什么了 说 别干什么了 我们讲话 你 网上销售产品了 销售窝角里头全是包裹箱子 箱子里装满了一片一片 还没来得及包装的这膏药 您猜一下当时警方查扣的那些设备 还有膏药成品半成品有多少 竟然高达17.62吨 一片薄薄的膏药才不过几克 十多吨那是什么概念 警方带回来的光是膏药 就堆满了一屋子 什么淋巴 颜消贴 腰椎 正骨贴 各种膏贴 三十多种 其中就有孙先生买的那块膏药 那块膏药呢 已经被证实为假药了 那么剩下这二十多种膏药 到底是真是假呢 没想到刘昌岩却攒定解铁的说 这些绝不是假药 你认为你这个药不是假药 不是 刘昌岩满脸不屑的说 他的网店都不知道卖出多少膏药了 用过的人都说好 别人用了都说没事 怎么就孙先生出问题了 这说明孙先生只是个个例 出现了一点不良反应而已 跟他的膏药 没关系 他甚至还说了 他的药不仅是真药 而且是大有来头 都是百年传承的祖传秘方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治病救人 他的秘方以前就救过不少人的 那么刘昌岩说的是真的吗 这些钢药真的有他说的那样神奇吗 刘昌岩说了 他的这些药可都是独门秘方 祖传的治疗效果 那是经过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检验的 他奶奶曾经就用这些药救过很多人的 我奶奶以前治好多遍 他老人他没有什么医生 他就老不传血也就传血方了 说这话的时候 好像他还觉得自个儿挺正义凛然 说这么好的秘方 他不能独享 一定得奉献出来拯救广大患者于水火 甚至他后来还特意把大学毕业的儿子刘昊都给叫回来了 说儿子你也别在外头工作了 咱们要把咱们家的这个秘方发扬光大 刘昊呢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 利用别人的身份开设网店 而且为了推广这些药 为了让这些药上得了台面 刘昌岩呢还精心的给这些药做了一番包装 看看这些包装啊 主制功能 用法用量 禁忌症之类的 似乎都有详细的说明 看起来吧 好像是挺懂行的样子 那么他是真的对中医很精通吗 你学过医吗 我看过中医 我看过好多中医书 没到我专业学 但是刘昌岩说了 别看他没专业学过 可是他从小就看医书 对中医呢更是钻研已久 他掌握的知识 绝对不亚于那些专业人士 他配的这些膏药 都是他根据他们家祖传秘方 多年来针对各种病情进行研究 精心研制出来的绝对是真药 那真的是这样吗 怎么可能呢 在专业人士眼里 这些药品究竟是理鬼还是理鬼 一下就卸了原形 他自己也写 是玉州食药间准子 他这个玉是河南的简称 但事实上咱们国家药品的批准文号 现在都是叫国药准子 统一的都是叫国药准子 这还不是唯一的漏洞 再看看药盒背面印的什么 QS标志 要说这标志们 大家肯定都看过 一般是用在什么上上的 我们平时到这个超市里头买食品 很多食品上都有QS 这个专门针对食品的 这个生产许可标志 那么这个标志怎么能够跟药品扯上关系呢 其实这个就是张冠李带了 他把这个食品的QS 又另印到了他的这个药品包装贴上 就是稍微有一点诚实 一看就知道这个肯定是假的 那么警方查过的这几十种药的 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呢 随后的检验结果也是让人大失一惊 这些什么所谓的淋巴炎消贴 腰椎正骨贴 带着跑准 痛消贴等等 他们的成分竟然都是一样的 你的那个所有的中药 就是你那个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那个那个高药 那里面的成分是都一样子的吗 一样的 基本还一样 里面还用几种药物 里面虽说还用四五种 虽说银行硫磺瓶片 还有那个那个五杯子 还有那个炉灰 有时候加点险结 险结消炎 险结嘛 他主要是披护病 披护病天下也会好了嘛 虽然刘昌岩好像还是一副 对自家的高药信心十足的样子 但是几十种高药 竟然都是同一样的东西 同一种东西 怎么可能一下子治得了 几十种不同的病呢 还真把它当是祖传秘方 万能谁样了吗 而且更荒唐的是 结果调查 这个刘昌岩对医学知识 根本就一窍不通 他原本就是做服装生意的 顶多也就是曾经卖过一些医疗器械而已 什么钻研医术 都是他瞎编的 可是有人就要问了 既然他什么都不懂 那他怎么把这些药给调配出来呢 其实他哪叫调配呀 他是抓着什么就试什么 全部的高药都是他乱配的 他所谓的祖传秘方就是这样 这些药别说能不能治病救人了 他制作过程当中还会产生很浓烈的气味 不仅刺鼻 还有毒 原本的刘昌岩还在自个儿家里头熬药 后来呢被左离右舍指责 他就开始不断的换地方 直到被警方抓着 他都已经挪了四次窝了 这期间呢 他是挪到哪儿就会被哪儿的这个周边的人投诉 就连刘昌岩自个儿在熬药这个过程当中啊 都被这些有毒气体寻出了问题 后来呢他只好雇人帮他生产 我当然因为这个我熬了把肺抢坏了 熬的时候啊他有烟嘛 把我的肺以后叫我的心脏有影响 我就见他以后心脏有影响 味道一进去味道事情到了 我去他就说这个是中药 中草药对身体没有伤害 那么我们还说想着要不要戴个口罩什么的 他就说不要紧 他诓骗员工这些气体不碍事 不准别人戴口罩 可是他自个儿的倒是挺稀命 他连房租面罩都背齐了 这哪是他制药啊 简直是制毒工厂啊 他所谓的那些有神奇疗效的祖传膏药 就是在这样肮脏的环境里生产出来的 他之前还恬不知耻的说这药能致命救人 那些实际买了他膏药的人经调查 很多的都觉得这些药没什么明显效果 都是看了评论买了试试而已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网上那些好评和销量 其实都是刘家父子虚构造假的弄出来的 这个儿子开了十几个网店来销制这些假药 这个应该说在销制过程中间 他还很注意怎样逃避这个淘宝的监管 怎样这个提高自己的性欲 直接通过什么刷单啊 这个机械这个十几个空单来提高自己的性欲 让人家以为不认为他这个药效果很好 给予好评 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直到刘畅贤父子被抓获的当天 他们那天要寄出去的药品呢 还有两百多件 其中一百多件都是刷细语的空单 要记住的是两百七十九个 是三月九号一天的量 然后当天刷单的是一百三十几件 一百三十几件 像我手上的这一种 就是当天为了刷单 提高它的销售量的这一种这个包裹 这个我们可以当场拆开来看看 里面是空的装的这个小石头 这是这个淘宝手上的一种 这个手段刷呆 刷记录刷新鱼 很多人平时在淘宝买东西的 都是习惯性的先看一下销量和评论 觉得热销货肯定好 却不知道这些数据 也可能会有水分 而为了更加的蒙骗消费者 刘家父子还特意设计了一套话术 就是当初让孙先生 吃下定心丸的那四个字 无效退款 我们做的就是无效退款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有任何不满意 都可以给你保证无效退款 保证你的任何数 都可以不会有利益产生 卖的是假药 怎么敢放出这样的承诺 就不怕消费者找他们 其实他们就是抓住了这些消费者的心理 心想有的人们如果只是出了一点问题 嫌麻烦 他不会退款 而有的人的是病急乱投医 这才购买了他们的膏药 之前可能已经试过了很多的治疗办法 如果真出了问题 到时候随便找个借口 就能忽悠过去 比如说是患者之前的那个用药 起了不良反应等等 总之吧 会找到各种理由 不退款所谓的无效退款就是个空头支票 结果那些像孙先生这样 盲目信任所谓的销量评论 病急乱投医的患者 就被他们的这些伎俩给忽悠了 据调查的这些年 刘家父子累计销售的假药数额 高达2000多万 要不是当时孙先生弃急了报案 可能连警方都不会想到 一片小小的膏药 竟然能够牵扯出这么大的假药案 其实分辨假药也不难 专家提醒呢 只要进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 查一查药品的批号 就能够知道真伪了 药品嘛 事关生命安全 网购固然方便 但是水分可能也多 最好还是去正规渠道购买 而治病除了需要妙药 更需要耐心 心急呢 吃不了热豆腐 那些越是宣扬 一用就见效的祖传秘方 和所谓的广告承诺 越可能是忽悠人的把戏 所以呢 请千万慎重了 别被不法分子忽悠 成了常识假药的小白鼠了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论论方式告诉给我们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by bwd6